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晏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 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等基础阅读设施 大力支持实体书店发展 利用互联网技术 建立全民阅读数字资源平台 提供数字化阅读服务 此外 要加快推动 地方全民阅读立法工作 制定发布 地方全民阅读规划 将全民阅读纳入 法制化轨道 顾公公博物院院院长 单济祥日前表示 今年 顾公将建 外国文物博物馆 考古遗址 博物馆和明清家具陈列馆 三个博物馆 未来 顾公的对外开放面积 将扩大到85% 同时 顾公半数员工 将搬出紫禁城办公 此外 顾公将更加重视 公众教育服务 保障各类教育活动的 高品质呈现和可持续发展 人们再到故宫博物院来 感受到就是很多过去没有看过的区域 可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文化景观 和一些想象不到的一些文物展览的呈现 这样人们再到故宫博物院来 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 一个过去不知道的一个地方 第二届文明对话论坛 中华即日嘉年华活动日前在京举行 本次活动以家庭文化与社会和谐为主题 除了传统记忆的展示和交流 现场还设置了 《节日的传场》 《史家胡同与艺人、我的家庭与家风》 三场主义论坛 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保护 同时 《史家胡同》被授予了文明驿站称号 下一步将着力打造推动 中华优秀文化、社会普及 和跨国交流的窗口社区 第七世界英国电影学院奖 近日在伦敦揭晓 在金球奖中独揽七项大奖的爱乐之城 再次成为最大赢家 斩获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等五项大奖 爱乐之城由美国年轻导演 达米安·沙泽勒自编自导 以洛杉矶为故事背景 讲述了一名爵士乐钢琴家 与一名怀穿梦想的女演员之间的爱情故事 目前该片正在国内各大院线热映 秉承着开门半春晚、开放半春晚的理念 今年来央视春晚每年都力推一批新人新作 今年春晚上唯一的一个舞蹈节目清风 就是由27岁的李彦超担任领舞 走下春晚 这位还不习惯被闪光灯包围的姑娘 躲开人群 匆匆踏上回家路 她的动作很优美 然后还有就是她的表情 在舞台上给人那种 给观众的那种享受感 就是跳出来和别人的感觉 就是不太一样 所以刚刚那一路我就感觉 我的天哪 我好想就是现在找一个东西 赶紧把我藏起来 好尴尬 我都走不动道了 我赶紧要带个面具赶紧折上 我就 我快速撤了 妈 妈在里面看我窗帘 都是我们二桌去 还有我姐姐和姐夫这边来帮我们 因为那会儿没有担钱 所以基本上给花家里的钱 因为我刚洗手洗了几天 发现你给我分吧 我感觉我现在脖子感觉 像是胖伤的 我就是那个化妆的时候 贴的双眼皮 那个胶才沾的那个顿 所以她这个胶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冲下来 弄好她不吃 非要自食起力 大哥呀 听听听听的 再见 明晨四点 整个北京城还在沉睡中 而李彦超已经踏上了归乡路 飞机将在梁小时候起飞 飞往他的故乡 山西大土 就是想早点回去 因为第一次大年三十 没有跟父母过 然后今年一年中途 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回去谈一谈 我们俩怎么得来了 包饺子呢 好 我俩怎么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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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不行 我干嘛呢 妈 我都快哭呀 笑得太美了 我都快哭啊 爸爸笑风 我吧 我答你了 好 你咋嘴啊 带往这边要可口呢 做着这 舒服 嗯 这个 这个 天伯费辛苦了 哦 您成果 爸爸妈妈的骄傲 谢谢 李彦超您是我们大家的骄傲 CDC 李延超毕业 哎呀 您说的我好尴尬 真的尴尬尴尬 一边一起吃 就吃就吃 喝喝就那种 这一拍感觉好 那个什么放不开 不是 对 平常家里面哪有还那种 来 我给你加一个 你给我加一个 价格没有 李延超毕业多年 父母却从未完整地看过他一场演出 女儿初登春晚 父母才第一次看到 他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样子 出生在山西大同的李延超 父亲曾是铁路职工 母亲曾是工厂的工人 虽然家中并不富裕 也没有人从事文艺工作 从小喜欢跳舞 他从六岁开始学习舞蹈 父母并没有反对他的爱好 那会儿就当时就是那 女儿人练练色彩 叫了以后女儿说 像是一个这个一机子 打一个幼儿老师 我说你能有什么反射 我说拼你 拼拼变的巧合 就是这样学的 十二岁那年 家里人在她的坚持中 看到了她对舞蹈的热爱 全家人决定支持她的艺术梦想 将她送到山西艺术职业学院上学 五年的时间里 燕超的妈妈平均每半个月 去太原看她一次 有时候为了节省住宿费 她只停留一晚 宿教室吧 它是属于小教室 一个小时四时 什么中教室六时 大教室八时 晚上十二点的教室 就很便宜 二十块钱一个半公尺 就十二点练到一点半 我们就那种 晚上八点多睡觉 睡到差不多十点多 磨叽磨叽起来 十二点钟去练功 然后再回来接着睡觉 那种 如今 李燕超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 已经有六年了 在父母心目中 她一直是一个省心的孩子 眼看着过完年就二十八岁了 她的终生大事 却成了父母最着急的问题 跟我父母发生了 仅有的冲突 全在相亲的这个关系上 所以为啥 我爸我妈 最近就之前 去年干了一件更神奇的事 她把我的那个 就是联系信息 姓名 年龄 工作单位 还有身高 那些 然后全部挂在了公园的 相亲公园上 贴了一个纸 第一次我妈跟我说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 我基本上要急 我说 我说我至于到这种地步吗 你都给我直接贴公园去了 我们家人好像就真的是那种 贼传统那种 不会是那种什么 我爱他们也不会说 妈妈好爱你 他们就是觉得 我那种怎么着也是那种 他也不会说 顶多感觉是那种 用很奇怪的言语 就是说 你辛苦了 就是感觉像一句搞笑话一样 尤其我爸说的 你辛苦了 这是你们来了 我说你跳得真好 挺辛苦 我爸昨天还说呢 你跳得真是啥 你爸 干什么不能让他再教 踏踏实实 就虽然是女孩 你会想就是 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 看可不可以就是 让家里面的生活品质 变得更好一些 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 这些教导是父母 对李燕超的叮嘱 也是李燕超 未来人生之路 最坚实的基础 新的一年 让我们祝福李燕超 事业爱情 双丰收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精彩继续